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当家 斗罗大陆更新了100集预告 在上一集,史莱格学院打败新罗皇家学院后 众头戏武魂殿学院和天斗皇家学院的对决开始了 在预告中看到,虽然天斗皇家学院打不过武魂殿学院 但还是全力以赴 在斗罗大陆小说原著里 武魂殿学院上场了7位,但只派出了两位战斗 尽管如此,还是碾压了天斗皇家学院 并且战斗结束得很快 可见武魂殿学院的实力是有多强的 而在预告中还看到,武魂殿学院打败天斗皇家学院后 前三强产生了 这三支队伍一同来到了教皇殿 教皇一出场,所有人都下跪迎接 只有十来个七块没有下跪 随后比比东的目光聚集在了唐三的身上 唐三的身体轻微的颤抖 不得已唐三使用子鸡魔团回击 这也就有了预告中红衣男子斥责唐三 大胆敢对教皇不尽的那一幕 比比东并没有怪唐三 而在斗罗大陆小说原著里 比比东则给他们公布了总决赛的奖务 那就是魂骨的 而且不止一个是三个 并且都是万年以上魂兽所出 看到魂骨整个武魂殿都沸腾了 看来总决赛一定非常精彩 好了今天的问题是 唐浩打得过比比东吗 欢迎留言参与扑洞 点赞记得关注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